第七次人口普查 据了解 无论是从常住人口总量 还是从近十年的人口增量来看 广东都位居第一 人口为1.26亿人 十年间人口增量为2170万人 常住人口排名第二的是山东 人口为1.01亿人 十年间人口增量为573万人 而增长量排名第二的是浙江 人口为6456万人 十年间增长了1015万人 人口流失最多的省份是黑龙江省 2010年常住人口为3831万人 2020年常住人口3185万人 人口流失646万人 今天了解一下黑龙江人口 十年间流失最严重的五个地基师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排在第五位的是浙木斯市 2020年常住人口为215万人 2010年常住人口255万人 十年间人口流失40万人 浙木斯黑龙江省地基市 总面积3.2万平方公里 地区生产总值812亿元 地处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东北部 祖国东北边陲的松花江 黑龙江 乌苏里江 汇聚形成的三江平原腹地 浙木斯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地级行政区 也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 素有冬极新天府 快乐浙木斯之称 浙木斯地名源于满雨 贾姆克斯格山 亦为战官屯 浙木斯地处中国边疆 与俄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 及比罗比詹市两个州区首府相邻 是对俄开放的前沿城市之一 还在第四位的是牡丹江市 2020年常住人口为229万人 2010年常住人口为279万人 10年间人口流失50万人 牡丹江别称雪城 总面积4万平方公里 地区生产总值832亿元 地处中国东北地区 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区域 与俄罗斯边境现长211公里 牡丹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 龙江四路带的重要战略支点 中国对俄研边开放的桥头堡和树纽站 牡丹江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素有塞外江南 与米之乡的美誉 牡丹江市 因黑龙江省松花江上最大支流 牡丹江横跨市区而得名 丰锦明圣区有 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 牡丹峰国家森林公园 雪香滑雪场等等 排在第三位的是哈尔滨市 2020年常住人口1001万人 2010年常住人口1063万人 10年间人口流失62万人 哈尔滨简称哈 别称滨城 总面积5.3万平方公里 地区生产总值5183亿元 是黑龙江省省会 地属中国东北地区 东北亚中心地带 被誉为欧亚大陆桥的明珠 哈大旗工业走廊的起点 哈尔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是一国两朝的发祥地 继金清两代王朝发祥地 金朝第一座都城就坐落在哈尔滨厄城 清朝赵祖蒙哥田木尔出生在哈尔滨的伊兰 金元文化由此遍布东北 发扬全国 哈尔滨是热点旅游城市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 素有东方莫斯科 东方小巴黎之称 排在第二位的是奇奇哈尔市 2020年床住人口406万人 2010年床住人口536万人 十年间人口流失130万人 奇奇哈尔别称赫城 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 地区圣诞总值1200亿元 地处中国东北地区 东北松嫩平原 于黑及蒙三省区交汇处 东陵大清市 南街白城市 西靠呼伦贝尔市 北与大兴安岭地区接壤 奇奇哈尔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遗存众多 既有民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 也有数百年的流人故居 战人故居等流边边塞文化 既有黑龙江将军府 都京署等有效控制边疆的官署遗址 也有塔子城 金长城 百年中东铁路车站等历史文化遗存 最后排在第一位的是隋化市 2020年床住人口375万人 2010年床住人口541万人 十年间人口流失166万人 隋化黑龙江省地级市 满雨安顺吉祥之意 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 地区生态总值1,150亿元 隋化市 位于黑龙江省中部 松嫩平原 忽兰河流域 东间林都一春 南陵省会二宾 西靠尤城大清 北一口岸黑河 西北连赫城齐齐哈尔 清朝时期 隋化归镇守黑龙江将军管辖 清王朝建立之初 视东三省为龙兴之地 实行封禁政策 将东三省山林土地当作皇室围城 严禁开发耕种 隋化市1885年建制 1999年彻底涉事 有二山溢水七分田 地貌特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您是黑龙江哪个城市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